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是Master在异程上对阵孟太林的一盘棋 孟太林在网名叫做愿我能 看下棋 这盘棋是Master的黑棋 依然它是下出了自己比较喜爱的大飞手脚 在Master下出来这招棋之前 其实大飞手脚有 但是大家没有那么多的去关注 但是发现Master从来不下小飞手脚 有些棋手们就会推测说 他是不是担心这个碰 因为这个碰已经可以说风靡了很长时间了 所以现在他都是下这个 这点呢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 还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白棋呢走的比较平淡 加鸡 接下来走了一个非常多件的定式 黑棋的这个定式的选择 可以说也是Master的一个 钟爱的变化 下的也非常多 这个时候白棋下了一部变招 这变招是什么呢 本身这棋可能是 跳一出来 这个是定式的一个最后一手棋 但是这个棋现在他是选择了爬 原因呢就由于这边已经有紫了 这一袋的价值不大 如果你长 那么我脱先啊 比如说我在上边 如果你再把这个棋拐下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袋啊 其实非常的狭窄 黑棋很显然 这个大飞还不如小飞啊 对这一块手的牢固 所以如果你退 白棋就脱先了 而黑棋呢也没有心情 再把这个头拐下来了 所以当爬的时候 黑棋也是脱先 没有在这地方继续硬 嗯 这棋马斯塔是选择了 应该说又是打入 同时呢也是威胁白棋 得这么一手棋 白棋把这棋搬起来 你没走 那我觉得这地方很大 还是要下 接下来黑棋挂 白棋呢 这个时候通常的感觉 可能是跳一个 大致正常 实战 这个孟太林 也是很有个性的 一位棋手啊 他觉得你没走 那我就把你断了 这个也尤其在快棋当中呢 会写线出来 就是一种契合啊 看你怎么下 那么黑棋打一下 之后啊 他把这个地方再一打 那由于蒸紫呢 其实是黑棋 没有任何意义 你蒸不掉 所以其实他也就是 选择了棋子 把这棋呢 打了一下之后再粘住 嗯 如果白棋去吃黑棋呢 黑棋最开心啊 打你一下之后 可以脱鲜了 这四个子 他觉得就当做是 气掉了 没关系 其实这个呢 也是爱好者朋友们 有的时候可以去把思路啊 有的时候不一定 每个子都是 一定要救回来的 适当的棋子 也是可以的 像现在这样 白棋管这个 黑棋如果搬 白棋吃掉 就是黑棋依然呢 是会弃子的 不会选择 把这个棋逃出来 这样的棋就太重了 给自己又背了一个负担 所以一定是弃子的 实战白棋拐一个 当然白棋想法很简单 你如果搬 我再吃掉 比单吃呢 要好一些 黑棋这个时候 居然没有下 没有去搬这个 这也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 因为这是一个决心 结果他没有下 他去搬这个了 走到了脚上 也是引起人们的一个猜疑 就是他为什么 不把这下交换掉呢 很奇怪 所以白棋这个时候呢 就把这个藏起来了 你没走 那我就把这个走了 接着黑棋脱先 这个布局 黑棋下的非常的快速 脱先了 这个都是正常的应对 接下来 黑棋是小尖这个 对于这个脚呢 如果说爱好者朋友们 背定式 那就是走这个 如果这点没有子的情况下 这是定式 但现在由于有了拆二 黑棋没有必要 再在上面继续行骑了 所以把白棋的 根据地搜刮 才是现在的重点 搜刮呢 以两种方式 一个飞 一个小尖都可以 飞一个看中脚地 但是上边呢 薄一些 要被靠一下 这个尖呢 就是我记忆 这个地方呢 你也活不了 但是上边呢 我也会投硬一些 实战呢 就是这样子定型 小尖这个 黑棋扳 刚才没有走 现在扳一下 黑棋出头 跳 其实在快棋当中啊 这种棋型的拿捏是非常重要的 它现在这个型呢 白棋就有点难受了 比较为难 因为你要联络 需要花一手棋 肯定也很痛苦 那顶一下 像它实战这样 看起来呢 似乎也联络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 看起来你这个联络 也没有完全的 舒服 当这一被扳的时候 这很难扳 这里还有一区 大家发现 打吃 我还可以跟你来打结 形状非常的坏 这个白棋 实战呢 黑棋是没有去 马上去扳这个 实战是走的 也相对温和 飞了一下 黑棋呢 是补上了自己的上边 当然这一带 其实白棋依然 没有胶带完 虽然你可以 把这个连过来 但其实呢 你这儿还是 差一手棋的 其实 这个地方 还是差了一个斑 黑棋呢 都是先把自己的 棋都给走好 那么他觉得是剑合 你尝这个 是无疑很大 但是我立一个呢 我自己也活了 这个斑是 他可能认为 有点复杂的分支 所以电脑就把这个 肢解给他剪支 剪掉了 即使像这样呢 也没有觉得 白棋就占优啊 因为虽然说 你把这几个吃了 但是上边这里 其实白棋 没有任何的目数 反观黑棋呢 这里安定了 这里也安定了 上边呢 也处理好了 所以黑棋 其实看起来 没有走出什么 特别厉害的招法 但是啊 他这个收益 还是很大的 好 走成这样了 之后的下一手棋 我们看一下白棋 是走这个 这条棋看起来 其实有点过分 对方这地方 已经安定了 这块呢 他可以出头 所以他基本上 不会在这个地方 肯定不会跟着你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坚冲就有点过分 比如说 这已经有紫了 那么下一手棋 可以去坚冲 实战呢 他是直接来坚冲 那么必然的 马斯特尔 也选择了反击 像马斯特尔的棋风啊 就是你只要稍微过分一点 他马上就抓住了 不会给你机会 那也不会错过任何的机会 这个棋挡 白棋呢 只好把自己逃出 稍微有一些无聊 只是破掉这个地方的时空 但是这边是火棋 这边也是火棋 在这个中间的木树 其实价值很小 接下来 黑棋接下来的两招棋 能让白棋有点难受 在干什么呢 黑棋 他再把这个棋顶掉 想让你挡 我再一吃 这样最好 但是不可能 肯定要反击 黑棋把白棋呢 就分开了 分段了 下一手棋 白棋碰 这招棋倒是一个考验 黑棋 如果你粘住呢 它就便宜了 留下一些味道 如果你冲呢 它就正好挡住 这也是用一个弃子的手段 黑棋吃 这个白棋呢 是顺势啊 得到自己想要走到的 这个尝了 接下来以后 可以这个棋回头 再吃一下 基本上也是先手 你肯定得提 我在一起吃 但它现在没有走 因为现在走着后手 这个虎实在是太诱人了 所以它实在是尝这个 这个白棋下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明了 它一看你尝这个压根不硬了 在这个地方呢 又形成了一个转换 现在白棋已经上边呢 都被黑棋卷掉了 这全部吃掉了 只有呢 把这个地方吃掉 那么你基本上 如果本手就是把这个棋冲回 但是它现在呢 又不啃 很显然不啃 如果你冲吃这个的话 其实也没有走到多少的木 是这样白棋呢 现在上面走 冲一下 挺掉 粘住啊 它把这个先手 它想把这都走掉 因为接下来 这脚上呢 有一个吃 黑棋走的呢 也很聪明啊 黑棋没有在这继续的来纠缠了 它实际上呢 是走到下面拆 拆一手 很大这个地方 那么白棋呢 来 所谓的 扩张自己 白棋呢 想要大吃黑棋 我们看白棋想要说 这一袋都是我的 时空啊 想要用这种方式呢 来给黑棋施加压力 但是啊 这个Master 它的强呢 就强在它的形式判断 实在是太厉害了 所以它像这样 如果我们爱好者朋友 一般看到这种棋型 就会想 那我有没有可能 把这个逃出来 或者我在这一带 动点什么脑筋啊 没有 Master下的也是 非常非常的冷静 我们看 能挑 这个棋呢 白棋是义无反顾的 必须得把黑棋分端 不能让它出头的 接下来 黑棋走这个 那么接下来的下法 就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 可以说是 这盘棋颇受争议的一个地方 现在这个局面 黑棋呢 实战是沾 白棋打吃 这看似都是非常正确的 接下来 黑棋肯定就是把这个棋提掉 那么白棋退一个 可能白棋这个局部就不会下了 将来如果黑棋在这个 继续硬呢 比如说你搬出 搬这个 白棋呢 它不会断你 它断你没意义 它就把这个围上 把中央这里 它只要把这个护住 这个控制它的就可以了 这一带 那么这个呢 应该说是一个 大家觉得达成共识 肯定既然走了嘛 就会继续下 像这样子 结果没想到的是 齐局定型在这里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 就是黑棋粘 白棋打吃的时候啊 黑棋竟然脱鲜了 在现在 黑棋居然没有硬这里啊 黑棋居然选择了这个打吃 这在当时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都惊呆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如果黑棋不想硬的话 完全可以在这个时刻 就脱鲜 你这时候不硬就可以了 当它吃掉你的时候 你永远都不可能去粘这一下 这明显是损木的 白损的 你本来是打在这 你现在去把这送死一个 让对方把你踢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逻辑不通的地方 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 大家的震惊震动 就觉得 啊 机器它出问题了吗 它怎么搞不清楚这个呢 这个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猜疑 实际上是走在这 那白棋肯定很显然 下一手棋 别人把你踢掉 接下来 这个很大的一个猜疑之后呢 其实很快啊 也是得到了这个回应 就是在马特尔的身份 公布了一段时间之后 也是这个 这盘棋结束了 大概二十多天之后啊 这个阿尔法狗的 阿尔法狗的团队 这个黄博士 他来澄清了一下 他说当时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是由于他自己个人的操作失误 而导致这个地方呢 他摆错了 所以大家就想象一下 就是在一天当中 其实这个电脑呢 是有一个人肉壁在替他落子的 这个人呢 就是阿甲黄 黄博士 那么他在落子的时候呢 因为人总是会有一个疲劳的过程 他一天下很多盘 然后呢 他就错把二 这个马特尔选的第二变化图啊 当成是马特尔的意图 去落子了 结果遭到这个地方 被轰一下 提掉了 所以这个当时 呃 澄清了之后 也是让大家觉得 提窍皆非吧 有点 就是一下子觉得 当时还在猜测 到底机器是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等等等等 是不是他算法上有问题啊 等等的声音 因为这个解释啊 大家就 就就就这样了 就没有 没有然后了 因为现在就知道 原来是因为 人人工的一个失误啊 导致了 智能的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嗯 但是他走成这样之后呢 机器也会马上 调整自己的算法 就是根据现在局面 再去择最优的下法来下 嗯 形式呢 当然下到现在 应该说还是这个 呃 电脑 要好不少 当时也有过争论 说是不是这个棋 现在呃 白棋把这个走了之后啊 白棋的形式就好了呢 其实也没有 后来我们经过很多的研究啊 大家在这个地方来 研究之后 就判断 当这个棋 啊 黑棋把这两个子 先手再吃回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白棋形式应该说就不行了 最后也是很正常的收束 黑棋呢 就赢了4.5摩 还是很大的一个胜利 那好 这盘棋呢 就给您介绍到这里 那要为您带来的继续是 马斯特跟孟太林的对局 啊 在刚刚我们介绍过那盘之后 他们紧接着又展开了一盘角桌 这盘棋呢 是孟太林直黑啊 哪个人的 黑白是换了一下 那么马斯特 下了这个变化之后啊 他就 孟太林也学它 是吧 也守一个角 看看你怎么样硬 嗯 如果说挂脚拆啊等等 都是通常容易想到的 实战呢 他是走了这个 这个 人工智能守在了这里 相对也比较少 但是 确实我们发现 马斯特的棋 其实也很多 都不按照常规的套路 出牌 他是没有套路的 他跟你下棋啊 你不要去考虑他有用什么套路 他不走正常的道路的 所以 呃 也是有一些 棋手建议吧 就是我们跟他去对局 也不要使用套路了 因为他本身就不按套路出牌的 比如说现在啊 我们下一手棋 看下这个白棋 下在哪了呢 下在了这里 这条棋可以说是 在此之前 应该说没有棋手用过 呃 走这个 飞 这都大家都见过 甚至于走在高位 这都是通常的应对 但走在这儿都没见过 呃 过去很多年以前 吴庆元大师提倡的下法 是在这儿啊 基本上位置差不多 高一线和低一线的差别 吴庆元大师是提倡这个棋 如果是大飞应对啊 一定要分头在这里 他觉得这个是 黑棋的一个 应该说是黑棋的 弱点 就是当我逼过来 或者你逼过来的时候 我都有手段去应对 这是吴庆元大师当年提倡的 但是很可惜啊 也没有得到特别多棋手的响应 就慢慢下的少 现在呢 这个Master走到这儿了以后 又引起了这个大家 对于这个棋的一个思索 这个棋其实很显然有打入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打入他会下什么 也许打入他的话 他会走这个 也刚才我们把这个B也很大 实战 实战这个孟太林啊 也很有个性 尖顶了一下再走 我们讲 一二拆三 已经对方就很满意了 现在这个棋白棋是拆四了 无疑已经很满意 但是接下来的下法 更是我觉得让大家可以 大宝眼幅一下 靠这个 这招棋可以说 是Master的风格 非常直观的一个体现 就是很紧凑 紧紧的贴着你 你也没什么办法 对于这个棋 基本上也只有打了力 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的目的就是 把你压缩了之后 得到了这个靠 把这个棋呢 全部走在了中央 它对于中央的掌握 是比较厉害的 对于中央的感觉 是比较好的 端一下 挡住 长 看起来呢 黑棋也没有什么坏 黑棋把白棋分成了两块 白棋呢 也似乎比较凝重 这个棋型 但是接下来又走几手棋 我们就发现 好像跟我们逻辑上理解的又不一样 现在这个棋 白棋呢 去拐 这个是正招 黑棋走 白棋走 黑棋长 那么下到这里呢 其实是接下来一个分水岭 可能很多棋手在下棋的时候 会先考虑的是出头 就像这种棋 比如说贴 是很容易想到的 比如说往这边出头 一方面缓缓地捕着自己 一方面在威胁黑棋 都是容易想到的下法 但是接下来的下一手棋呢 可以说是MASTER非常 我觉得是非常强的 这个一方面的体现 也是希望爱好者朋友们 可以去品读 试着理解这招棋的妙味 走哪了呢 他就冲 挡 然后他就捕住 这个是非常 可以说如果不理解的人 会觉得非常奇怪的 因为你不走 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嘛 这个地方局部是没什么棋的 如果将来黑棋粘一下 白棋粘住的话 我们看白棋 其实就相当于 逆收了一个 后手两目棋而已 那很小啊 为什么白棋会想要去下这手棋 其实这个地方呢 就又 说到当年 李长浩最鼎盛的时候 李长浩最鼎盛的时期啊 他的棋很多 就在他刚刚这个 展露头角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对他 有一个评价 觉得他下的棋 太缓了 对他的棋 好像觉得这个 速度太慢了 这形体怎么这么缓慢啊 评价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当随着李长浩的成绩啊 用自己一个又一个的冠军 来证明自己之后 大家再去研究李长浩的时候呢 会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原来他的棋下的 真的是 非常的有味道 这个有味道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当这个棋 冲了一粘住的时候啊 我们看白棋得到了什么 白棋得到的就是自己已经活静了 活静的什么样的棋是最铁的棋呢 就是你在我周围走什么我都可以 无所谓的棋呢 就是两个眼瞪活的棋 现在这棋就是这样 我有了这个交换以后 我现在活了 我永远都不会去跟你交换了 我不会下这样的棋了 也不会下这样的棋了 在这一代我已经一朝棋走干净了 同时由于我这有一个冲了借用 我这个力呢也是决先 这一代你也别想在这个地方把我分端了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首棋其实就是 打眼一看觉得非常非常小 非常非常慢的一个落了后手 可是当我们仔细去品味的时候 发现这首棋 真的妙味很足的一首 这也是当时就是也有些棋 看了Master的棋之后啊 有一些人有评价 觉得Master的棋真的很像李昌浩 我觉得确实也是在这个地方 有一些体现 好然后我们来继续看 走完这个之后 黑鞋觉得这一代也没有什么可走的了 比如说你跳这种 没有意义 这大活棋 你在这再走再多我都不应你 所以黑鞋就不走了 直战呢脱线 那么Master呢 依然下得非常的清零 回头又一 尖三三 就让你基本上搞不清楚 他在干什么啊 走了半天 黑漆其实没有走到什么时空 走完之后一尝 好像很明快的样子啊 你尖这个 我的脚地都可以不要 把自己补住 那么你要冲断我 他呢也就给你吃了 沾 黑鞋呢在这个吃饺之前 想要把这个味道走足一点 先断一下 把它断重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虽然说黑鞋的针子是不利啊 被一针的是没法跑 但是它可以在外围多一个借用 这是黑鞋的意图 吃一个白鞋条 接下来的下一手棋呢 黑鞋是把这个逼住了 但是这里之后的下法 也可以说黑鞋在被白鞋这个脚一点的时候 简直是付出了太惨痛的代价 所以这招鞋之前黑鞋可能还是应该先交换一个顺序 之后再做这个会好一些 很显然黑鞋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个问题 那黑鞋呢是直接选择了B 那么在这里 MASTER给大家展示了一下教科舒适的下法 当你现在在搬 他不会去硬啊 注意硬就挡住了 所以他飞 好棋 那么他这个语言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尖啊 就是先手 但是我先不走 我走这个 我永远不会挡这招了 大家注意 我这个子已经防了 我就不会再去花一手棋了 那么如果你现在要搬我 我当然不能断 断被你吃了 我现在捡 你就为难了 A和B 见合 黑鞋也不行 所以黑鞋等于没有这个斑 那你只有长 他再一件 这黑鞋简直是太难受了 如果你现在粘住的话 那这个局部他已经完整了 这他随便在外面走了 而且这两个字也变得 同时变得很轻 你以后冲 我都可以退 可以不要 黑鞋实战 先冲一下 但是这个 可以说都不怎么 影响到他整体的这个 构成 白鞋的旗形依然很完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这个地方是没有冲的 我们注意 当你看起来 我只要加你 三气对三气 但是注意 黑鞋是收不住白鞋的气的 这个一路小间 是一个延气的手筋 当你粘住 我再一收气 黑鞋收不住白鞋的气 所以相当于这就没有冲断 没有冲断就意味着 黑鞋又必须得去单关 把这个再粘上 白鞋还获得这个搬起来 这一袋 白鞋可以说吧 黑鞋简直 欺凌的已经是非常的惨了 本来是黑鞋的一个角 现在黑鞋没有目不说 甚至连死活都成问题 沾 黑鞋全是单关 一串单关 这样单关连 也没有办法 黑鞋在这个地方呢 又想反击 但是我们看啊 这个 Mazda下得非常的简密 你是可以跑出来 我给你跑 蒸子呢 我是吃不掉你了 那我就不吃了 我获得了其他的利益 一样非常可观 在这个局部 选择了 靠完了一连班 黑鞋简直是太惨了 黑鞋只好脱鞋 那白鞋又争得了一个鞋手 因为这一代其实 黑鞋的收获也是非常的有限 没什么收获其实 而白鞋呢 将来这个打拔是鞋手 白鞋已经其实收获很大了 所以白鞋呢 又挣到了鞋手 回头把这个断了 这个无疑对黑鞋 就是雪上加霜了 小尖 威胁一下 瓦吃 这个地方呢 看起来双方是要进行一场对鞋了 拐住 那对鞋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看一下 由于这个地方的气啊 黑鞋其实非常的紧 根本就收不住白鞋的气 这样子轮到白鞋先行 现在 白鞋还在现在外面定行几下 这都是白鞋的权利 走完这样之后 白鞋来收气了 嗯 它实战呢 是选择的搬这个 黑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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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 爬 看一下这个地方的收气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把鞋走 接下来会进行成什么样子 我们看 大家也可以来计算一下这个地方的气 如果现在黑鞋 比如说收气 黑白鞋呢 最笨就算粘上 你如果团 我就一粘 我就一粘 大家看 你走这个 我是不入气 但是我底下后边一粘 你也不入 你只有粘上 我在一收 白鞋呢 就快一气 杀黑了 那等于意味着黑鞋呢 就不能够把这个结 让给白鞋 看到这个时候 你必须得提结 提结 比如说我走一个 你再走 这个结我只要一提 你就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些提回来 那么我们这个展体也不论 就算我现在这样下 我就算不要去禁杀你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黑鞋是永远不可能在这个地方 走别的了 必须要从这收 那么我们看啊 现在白鞋只要一提 黑鞋随时都要可能被吃掉 黑鞋 白鞋就算不硬 黑鞋接下来 走一个 走两个 还依然得再走一手 才能成为一个 景气节 也就是说 这个局部呢 是一个还两气节 嗯 那在这现在的这个局面下 很显然 即使是 就还一气 这气都不行了 更别说还两气啊 等于是 在外面对方可以走两手气 所以呢 也就是走到正在那样 这个时候啊 148手 这个 蒙泰玲呢 就头子人负了 嗯 应该说 确实是这个棋 也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 这盘棋 白棋 最最闪光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仔细体会的 其实就是这一带的冲 看起来很笨 很慢的一个下法 但实际上呢 下的确实是 非常的有味道的一招棋 下的非常的棒 那么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解读这个Matter的棋啊 给自己有多吸收一些营养啊 来学习到这样子的好手段 嗯 那么好了 今天这盘棋呢 就给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